大家好,我是爱丽生 那么为什么PTR都开了好几天了 我才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法师呢 尽管他改动这么多 就是因为我们要玩暴雪的亲女儿之前 一定要摘戒沐浴 是不是,好好的准备 你看我今天就专门剪了个头 准备好了 我们再来玩暴雪的亲女儿 是不是要隆重的对待他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讲什么 我们今天来试一下他新的改动 首先就是蓝贴强烈要求我们去测试的 这个叫做引导风 引导风,德套引导风 那么它增强了什么东西呢 首先这个套装 它六件套的效果 从增伤从8500增伤到12500% 增伤了这么多 然后这个石刻灰激呢 之前是针对所有的密能消耗剂都会增伤 现在只针对这个能量旋风增伤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萃取这里 这个武器增伤400% 主要就是这三样东西的这个增伤了 大家关心的还是真的打起来怎么样呢 打起来的话这种感觉呢 我还是觉得跟昨天巫衣推雄还是很像 它也是那种战装输出对不对 只要战装输出呢就有一个问题了 它真的没有办法是拿来速刷的 它没有办法拿来速刷 因为它真的你看 它跑起来真的是太慢了 尽管它有这个传送的这个技能是不是 但是这个传送技能我觉得也仅限于用来 就是说你打的时候调整一下你的这些站位 而不是说真的用来跑路用的 我觉得如果法师速刷呢 可能还是要用维尔邦邦邦 加上的它这个攻击范围也是有限 操作起来也有一定的麻烦度 因为你还用罩子先把这些怪给罩住 那罩子呢又有CD 你要用那个主动的释放能量旋风去刷新这个罩子的CD 然后能量旋风这个虽然说它可以把怪吸到中间 然后一起吹死 但是毕竟呢 它这个触发的这个也不是说每时每刻的触发 它有一定的时间段它才会触发吸怪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如果你不是遇到那种特别大的图像烂木林战场之类的话 像我这种这种小的图 你看这种小的图打起来是很没有效率 打起来没有效率 那你说它用来冲层的话强度怎么样呢 我也不觉得它挺好 你就看我这个打90层你就知道了吹这些小怪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手法不对还是说怎么样 但是事实上我真的不觉得这个强度有提升了多少 我就看了一下天梯榜吧 我看到一个人天梯榜上用这一套的人不是很多 那我找到一个用这一套的 它6000多的巅峰打110层用了9分钟 6000巅峰110层9分多钟 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前几天玩圣教军 我是2000多的巅峰打110层 只用4分多钟 2000巅峰110层只用4分多钟 那么这个就是强度上的区别 而且所以说我不认为啊 引导峰会在下个赛季会占一个主流的地位了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引导峰的一个简介 好那么就再来看一下吧 那除了引导峰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冰峰球啊 冰峰球其实也是加强的 主要呢我还是用这个德套啊 用德套冰峰球 呃装备上的有做些微调 刚刚因为是引导峰的话 它是站状输出嘛 所以我用旅人套 那么冰峰球的话 它是比较那种 啊边走边打中放风筝式的打法 所以我这里呢用了这个阿纽的项链啊 然后他增增加的主要就是这个 哎 他增强了什么 他增强的主要是这个萃取这个巫师之刺哈 增强了这个呃 呃 冰峰球的这个伤害 然后加上德套他本身的增强 呃 主要就是这个就这次增强的就是这个 那么我也说一下打起来的感受吧 其实我打打起来实战发现其实也强度也没有想象中的高哈 你看我一进门啊 其实就就是误判了这个强度哈 我以为这个怪密集度那么高 我两个球扔过去应该也就炸死了 事实上并没有哈 搞到我差点就死掉了 非常尴尬 这马上呢我就还跳出来啊 猥琐一点躲在后面打就是啊 可能是也是我操作不熟悉导致的吧 但是的确这个强度不是说特别高 但是呢 他有个好处比引导峰是什么 就是说他打起来的这种顺畅度会好一些 毕竟他不是战状输出嘛 我觉得他的这个呃 攻击范围呢也是比较大的 你看他这个一个这个冰峰球扔过去哈 感觉是可以扫这个直线上扫一大片 就是说怎么样视觉感受 有个流畅度啊 手感操作起来都比 都比引导峰要好一些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冰峰球的强度吧 冰峰球的强度呢 我看一下天梯现在排名第一啊 美孚天梯PTR排名第一的 他就是用这个德套冰峰球的 跟我的这个配置差不太多差不太多 你看他哈 几乎几乎全身的太古装备 九千多的巅峰了 全身打满这个750的这个卡卡的上 他打140层用了大概13分钟14分钟的样子 那么我觉得这也就是这个流派的极限了哈 如果PTR不改的话 就是这个流派的极限 你看九千多天峰全身太古 你也没有什么更好提升的了 就打到140层的样子 所以我就说 什么剩下的话呢 都是以还是以舌套为主啊 这个低峰的这个舌套 为主的 还有伞舌 所以说我觉得下赛季呢 应该还是以伞舌为主 或者说低峰的舌套为主了 那么加强的这个德套呢 能量旋风呢 冰封球 我觉得呢 都是 不要鸡肋 不要鸡肋 行吧 那这就是 我在PTR试完这个 法师的一些心得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那么我玩法师 玩的真的挺少的 所以说我可能也是哪里 配装或者手法不是很对 也希望大神可以跳出来指证我 或者说大家一起讨论 是不是看怎样 可以更好的发挥这些套装 行吧 谢谢大家